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我是按照清單排列好了 按照清單比較好找 找到有一個叫做問卷調查 011的原始檔這個 然後你直接可以按右鍵下載 或者是把它打開之後 因為它是一個範例檔案 檔案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檔案裡面 下載的話記得把它下載成 因為它是一個Google的視算表 那你如果要把Google視算表變成Excel的話 你就是檔案裡面的話 下載找到 下載成Microsoft Excel 然後給它點一下 或者乾脆直接按右鍵也可以 按右鍵這邊有個下載 它就直接把Google視算表存成Excel 把它存在桌面上 開啟 OK 那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這個範例的話 它是這樣子 一般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問卷調查的結果 那問卷調查是這樣 通常它是會用編號來表示 你想說A1是什麼 A2是什麼 A1是什麼 在這裡 A1是男 A2是女 然後年齡的話 B2 B3 有沒有 這個都有固定的 然後對應到這裡 然後教育程度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拿這個資料 要刨樞紐分析表的話 抱歉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裡面根本不是正確的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第一件是怎麼樣 把裡面的編號 變成它應該要有的後面這個名稱 有沒有 把這個變成這個 OK 但問題喔 這邊這麼多藍 總共有幾個 這麼多個 那你怎麼辦 這個 取代成 A1 取代成男 A2 取代成女 然後呢 B1取代成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快 那你想說 老師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可不可以一下子 最好是 公式輸入向右向下 就OK了 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什麼 可以 兩個重點 第一個 定義名稱 第二個 用音的列子就可以 OK 怎麼做喔 其實喔 跟各位講 其實不難 第一個喔 你可以先定義名稱 比如說這個範圍 因為我要查的是這個範圍 然後這個範圍名稱 我就叫性別 所以你可以第一步 先把這個 Ctrl C 把底下的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 就是 這個範圍 就叫做性別 那以後用EEWS來抓它就可以了 把這個資料抓過去 然後把它查 查過去就OK了 所以你們可能等一下試試看 第一步 就把這個 取名稱叫這個性別 那你前面可能要多做一點工作 就是這個可能要什麼 把這個複製貼啦 不過應該花不了多少時間 就是這個名稱複製 然後把這個範圍 把它叫這個名稱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 再把這個問卷調查 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 拖拉 OK 拖拉加Ctrl鍵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是我們要的編號位置 這個不能動 後面是我要查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就複製一個之後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後面 Ctrl序的向右向下 把這個刪掉 就複製這個刪掉了 那再來怎麼查 再來的話 你可以 先用Intelect 我只有做幾個 所以我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話 記得用那個Intelect 剛剛用到這個 然後呢 它不是要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範圍 范圍名稱在哪裡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上面它的藍位名稱不就是什麼 剛好就是那個性別 那性別的名稱不就剛好是對應到那個名稱嗎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點擊一下 有沒有 這個性別的帶過來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那個範圍的資料帶過來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 當然它會整個 不過這個儲存格 它是一個範圍 所以放不下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現在應該是插 像右拉 這樣應該不對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剪下來 放到什麼呢 放到那個V2欄數裡面 查什麼東西呢 查的是前面這個編號 那 第二個的話 是要到哪邊查 你可以把剛剛的公司貼上就可以了 意思是去那邊查 查回來查第二欄 幫我把那個 正確的資料帶回來 你按確定哦 你會發現哦 那我如果要把底下全部查完的話 其實還要把什麼 把那個 B2的2鎖起來 有沒有 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 不能 應該這個要動 向下 不能動的應該是這裡 這個 B1的1把它鎖起來 把它向下填滿 打勾 向下填滿 性別 性別OK對不對 年齡有不OK 其實 如果我剛剛年齡有做的話 向右拉的話 理論上年齡應該出來了 向下填滿 這個應該 這邊不能填滿 如果要填滿的話 要兩個一起 全部OK了 你可能必須要先把底下這些全部的名稱 就是我這個公式 我這個公式 只能夠 只能夠 鎖1 不能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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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鎖1 因為鎖1 如果我等一下 假設我這個公式 只能夠鎖1 不能鎖1 不能鎖1 因為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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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等一下 假設我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我先做出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好上面欄位名稱 跟它的什麼 跟它的清單 跟它的名稱 就是那個範圍名稱 是一樣的才可以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試著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好用的 我是覺得這個感覺會蠻快的 請各位在雲端白板裡面 問卷調查 鎖1 按右鍵 直接下載就可以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 你可以 不用開問卷調查鎖1 按右鍵就可以下載了 或者是你把它打開 在檔案裡面有一個下載 檔案下載的那個 下載可以找到那個什麼 Microsoft Excel 就是意思就是把 雲端上面的Google四串表 變成Excel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打開了 打開 第一件事情 你就先在清單裡面 建立他的定義名稱 把他的左上角當成他的名稱 然後他的範圍就是下面那個 然後呢 並且把問卷調查的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為什麼要複製一個 因為前面的編號 一定要留下來 才能夠查到後面的 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你就是把那個 假設你要把前面的編號全部變成他對應的後面的這個正確的這個顯示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再用V盤數 再配合什麼 配合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我覺得就是說 Internet 將來可以 除了可以把某一個儲存格的資料帶回來之外 其實也可以把整個範圍資料帶回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配合什麼 配合V盤數 其實兩者搭配實用 哇 效果真的是蠻強大的 當然你這個地方也可以寫程式的 可是我說我覺得 如果Excel裡面的函數已經夠好用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必要說一定要什麼都自己寫程式 寫程式 除非說你的功力很夠 不然的話 有時候其實 對有一些同學來說還是挺複雜的 OK 所以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試做看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 來細部的話 我再Show Thick給各位看 其實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才有辦法做那個 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因為如果你 假如沒有辦法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前面的那部分搞定的話 那後面你要做樞紐分析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OK 試試看